生活在都市里要剪个头发 换个发型都很方便 但是在山区或者偏乡 有些孩子因为路途遥远 或者消费不起 大半年才剪一次头发 这名理发师二十多年前 在朋友的邀请之下参加了一场译剪 他说自己参加了一次之后 就会想参加第二次第三次 因为看到了孩子们期盼又可爱的笑容 也因为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家里穷到连米都得靠亲友来接济 现在他长大有能力了 换他来帮助别人 所以他开始揪团益检 只要一有空 就会带着来自全台各地的发型师 在南台湾的山区遭套讨 为若是家庭的孩子老人剪头发 渐渐的他的益检团越来越壮大 不只有美发师 包括计程车问奖 卖鸡蛋糕的卖红豆笔的老板 通通主动报名参加 一起联手把爱送进天乡 这群送暖的成员说 他们都不是有钱人 但是有力出力 希望能够像一道一道小小的烛光 汇聚起来 让偏远地区亮得起来 只要我们在这个圈子里面 在美发圈里面 我觉得我们有能力的画 我们会把我们专业的技能 把它像是温度一样带到偏向去 温暖小朋友的心 我们今天要到山林区的山林国小 好 易捡 这趟山你走过很多遍 不下百遍 车子奔驰在蜿蜒公路上 窗外景色渐渐变成一片翠绿 难得的休假日 郑建华总是往山上跑 你有没有去过很难到达的地方 爸爸风灾我们到那马下易捡的时候 其实它也是溪床路啊 那时候也没有路啊 我们还是走溪床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开车很像开越野车的意思啊 对 你去易捡都开这里这一台车 对啊 开着我这台老战车 所以他陪伴我20年 上山下海20年 23年来他就这样 靠着一把剪刀 一颗温热的心 足迹踏遍南台湾山区 这一天和伙伴来到山林国小 就在校园一角扮露天广场上 帮孩子塞着发型 他要帮我呢 帮我一个圆导的 这里稍微坐就好了 这里哦 跟去年一样 对啊 对不对 帅哥那颗发型 去年那样啊 去年那样 是不是 不要动 别动 你好运摩了 兴奋到坐不住 排排坐等着剪法的孩子 开心同样写在脸上 都市里理法厅到处可见 可能拐个弯巷口就有一间 但在偏乡剪个法 有时得周车狼顿 我们学校大概有七成的孩子 家庭是比较弱势的 可能平常只照顾到孩子的吃 就是这些部分 他对外表这些仪容的部分 可能就没有那么在意 那也可能说 他要这样一趟路 带他们到市区剪头法 也会 时间上可能也不是那么OK 好 帅 帅 不客气 谢谢 第一次让他先大做叔叔 不客气 孩子都叫他大做叔叔 大做是他当理法师之后 给自己取的艺名 人生第一场艺检是在23年前 朋友邀他到屏东山上 一间我们很容易得到东西 催手可得 但是在那边是不可能的 例如 市区常见的麦当劳肯德基 在那边在23 22年前的时候 小朋友都没吃过呢 我们去很多次 第二次去的时候就买了 看学校有多少小朋友 我们就买了几份过去 出了一次艺检 还想去第二次第三次 是因为想起小时候 曾经穷到连米饭猪肉 都需要亲友救济 如今有能力也想助人 一开始单枪匹马 但他发现艺检这条路不好走 一群人才能走下去 开始纠团意见 甚至成立协会 应该是夏天 可是小孩子 他既然穿着毛线衣 那我会觉得 怎么偏向的小孩子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感触很深 那他为什么这么好呢 一看就知道 他可能家境 家境不好 就是眼泪在眼睛里面打转 这些让你更想帮助他们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没错 他可以付出 对 我觉得这个 大家其实都可以做得到啦 就是愿不愿意而已啦 鸡蛋糕 不要瞎啦 不客气 可以吃奶油的就好了吗 不行 大家好 红豆奶油都很好吃啊 美法区的朋友加入他很正常 怎么连鸡蛋糕 红豆饼摊也来 参与咖 小时候学校的学长 然后是看着他的那个粉丝专业啊 然后知道他有做这些益检的活动 一开始就提供物资让大作他们一起带到 就是山上啊 后来想说 我们如果可以到现场 提供热腾腾的红豆饼 那可能小朋友啊 大人啊也会更开心 所以怎么样 舍不得吃关了 为什么 因为太好吃了 久久吃一次 久久吃一次 而且要太好吃了 这边有在卖鸡蛋糕红豆饼吗 没有 要去哪边才吃得到 也是 多远 还要美咯 他们都是自己找上大作的 一根好几年 红豆饼夫妇从高雄人舞出发 鸡蛋糕老板远从彰化而来 一起翻山越岭 牺牲一天营业额在所不惜 其实这个也没有 没有付出什么东西啦 只是说我 我小时候自己是这样长大 然后因为家里环境不好 所以有面临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比较了解说 如果小朋友 小时候有感受到一些善意 可能对他以后长大 也许多多少少会一些影响 其实事前工作很花时间 前一晚忙完所有客人 大作终于可以好好准备 隔天一整工具 你要带这么多东西 会不会有哪一次什么东西忘记 有啊 围巾 忘记 那这个很严重吗 很严重啊 因为剪剪就一直在身上啊 那怎么办 只跟学校借报纸跟垃圾袋 那是最好笑的 充当围巾 对 那没办法 能带的尽量带 要让孩子享受到 跟店里客人相同的待遇 还有一样东西 每次必备 好 一个很重要的 我去哪 酒精 现在小朋友还有投资 我那时候也怎么可能 你无法想象 那是我小时候 三四十年前 现在还有在偏乡 去偏乡必定得起个大灶 戴上那一直用了20年的百宝箱 还有一堆东西等着搬 而且还要带这么多东西哦 对啊 因为有些山区小朋友 需要一些吃的喝的一些面食啊 面筋啊 米啊 等等 我们有空都会去捐赠这个 那这个是你自己捐的吗 大部分都是自己捐啊 那还有一些社会人士朋友一起捐赠的 他的逸检人生 不只把时间奉献给山区小朋友 也给老人家 啊 阿嬷呢 看着你腰开了 一百会 趁着这次山林国小逸检结束 他还特地绕到他的老家木子里 替里内老人剪头发 是这边没有礼法厅的 所以呢 只要有空 我还是会在庙里面 帮这些老人服务 包括自己的阿嬷 当然包括自己的阿嬷啊 阿嬷你今天有欢迎吗 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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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来 帮过多少老人小孩服务 早已多到数不清 有一位女孩 逃亡不了 他家里就比较贫困 也比较贫穷 真的是家徒是弊 我们其实有去看过 对这个小朋友 特别的关怀关心 那时候他跟我说 他说叔叔 你下次可以再帮我剪吗 可爱的头发嘛 呃 你会想到他的需求 近来是如此的简单 他的需求很简单 可是他在几个月他就走了 他生病走了 一件之外 他总是额外在多花时间 听听孩子或弱势者的声音 适时拉一把 我们看到小朋友的笑容 一个眼神 一句谢谢 他是说 大座叔叔 我每一年没见 当你听他这种话 你会 欸 心酸 因为 他就是没钱嘛 对不对 他就是没有资源 父母亲没办法 或者是父母亲不在的 阿公阿嬷带的 所以 如果有能力 为什么不多去帮助这些人 一双双温暖大手握着剪刀 剪去孩子的三切烦恼丝 也透过手心温度 持续为偏僧注入一股股暖力 攻略 我